欢迎收看第五人格 好久不见啦各位 我是说变脸就变脸的女人红蝶兔兔 这次监管者的搭档是我们的红夫人 贵气十足的红夫人生气起来也是很可怕的呢 Nikaji当然就是从耳鸣判断出逃生者的方向 咦刚刚有看到吗 是不是马上就在附近会计找到逃生者了 找到的地位是超爱用传授干扰的监管者的祭司 找找找 我听到人超多 都挤在同一台破一击 先装谁好呢 哦医生吃我一刀 再来是 我发现野猪骑士 都蛮不喜欢野人的 不觉得骑着动物逃跑 有虐待动物的倾向吗 野猪很可怜的 那我现在先抓 已经被打到一下的祭司好了 在那里 不要跑 然后你看 又一个拿鸟来当挡箭牌的人 感觉兔兔不是可怕的监管者 都快要成为动宝团体的发言人了 太好了 终于打到了 抓起来抓起来 被高高 干嘛先知 想来就吗 还好快局到现在 没有破掉半台 这先知很明显就是想要 激怒生气的女人 乖乖坐好 再来 那个是谁 看哪里 又是野猪骑士 这只不让你跑 可恶 又下猪来 我生气啦 有看到每日只生气气的獠牙脸吗 看我使出 恐惧真正 看我使出 恐惧真正 终于被我带到了 开局到现在 目前剩六条密码机 终于可以买东西了 兔兔真的很喜欢在玩联合模式时买东西 一定必买的 黑色污泥 刚先买了猪蓝剂 我应该先买加速剂 算了 是谁 发现牛仔 你以为蹲下我就看不到你吗 一下 这不是要回防 啊 糟糕 啊 野猪被救走了 我一定要先解决 虐待动物的人不可 密码机现在剩四台了 嗯 终于打到了 快快快 动作快 目前剩刚刚打到一下的牛仔 还有交手过的先知 还有祭司跟医生 在哪里 在哪里呢 奇怪 刚刚有耳鸣对吧 在哪里呢 在哪里 先知 在哪里 先知 在哪里 先知 哦 祭司也来了 先知跟祭司 先知跟祭司 先知有牛牛 那我就先抓祭司啰 那我就先抓祭司啰 什么 居然有枪 什么 居然有枪 太大意了啦 没有看到 有没有听到 愤怒的红蝶之后 现在超级生气的 完全被人滑 哎呀 可恶 太好了 我们的服务员来做光了 好 替你抓 趁现在 祭司被绑的时候 我又累积了7000多块 来补给一下道具 哎呦 不知道是谁买到敲棍了 再找剩下的两个逃生者 我们的红蝶小姐姐还能开心的哼整个呢 剩下四个人 应该去在这附近 看看是谁呢 有存机 医生 不要走 医生 我要走 医生 医生 来一下 追追追追 奇怪 人呢 走那个出口过去吗 诶 不对啊 放弃 刚刚好像有人影对不对 刚破完影的人是谁 他是先知吧 怎么找不到呢 找不到呢 要开始横隔了呢 雀跃 哦 这是蹲在谁 哦 蹲在这里了 居然是先知 你要跑 呃 好累 哦 打到了 走多地窖 我刚刚应该有看到地窖的位置 好像在对面 给我坐好 剩一个医生的话 刚刚那个淘宝的医生 那我应该先跟红夫人会合才对 这局好像很少看到他诶 在哪里呢 红夫人 哦 地窖在这边 红夫人 在手牛仔吗 哦 在这里 终于跟红夫人会合了 终于跟红夫人会合了 我来手吗 好哦 就让我说好地窖吧 目前剩医生一个 先跳个胜利之舞 庆祝一下 要来吗 哦 来了 医生手里拿的是敲过吗 你好像不需要哦 在感染球冲过来了 冲过头 好机会 我打 要逃走了 红夫人 可惜 没有完胜 但还不错 谢谢 那今天的红蝶小姐姐 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次见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觉得有趣的话 请按个赞 有任何建议或想说的话 请在留言下方告诉我 第五人格 我们下一集见咯 好 谢谢